同学们,欢迎前来学习微生物感染与健康。 经过前面的学习,相信大家已经对我们的免疫系统有了初步的了解。 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呢? 在我们的身体里,既有专门的免疫器官,也有分布在其他器官和组织当中的免疫细胞,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下面,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免疫器官。 免疫器官分为两大类,一类我们称之为中枢免疫器官,一类叫做外周免疫器官。 中枢免疫器官是免疫细胞发育成熟的场所,包括骨髓和胸腺。 当免疫细胞在中枢免疫器官中发育成熟以后,它们就要迁移到外周的免疫器官里面,在那里定居并且发挥它们的作用。 外周的免疫器官包括脾脏和淋巴结。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骨髓。 骨髓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中枢的免疫器官,它分布在四肢肠骨的骨髓腔里面,还有松脂骨的间隙里面。 在骨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细胞,叫做造血干细胞。 造血干细胞是所有血细胞和免疫细胞的组细胞。 所以啊,如果骨髓发生了病变,就会出现贫血以及免疫力的低下。 骨髓为造血干细胞提供了发育的场所。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中枢免疫器官,叫做胸腺。 胸腺位于胸脏的上方。 你可能很少会听到胸腺这个脏器,那是因为胸腺啊,在成年以后,它就逐步的退化了。 胸腺是T细胞发育的重要场所。 我想说到这儿,你肯定会问,那么成年人不需要T细胞吗? 不用担心。 在幼年时候,发育成熟的T细胞就足够一生使用了。 当免疫细胞在中枢器官发育成熟以后,它需要进入到外周免疫器官当中,定居以及发挥作用。 其中,脾脏就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脾脏位于我们的左上腹。 脾脏的结构包括白髓和红髓。 白髓和红髓当中都有淋巴细胞,只是在红髓当中会有更多的血细胞。 脾脏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主要作用包括过滤血液。 因为脾脏中存在大量的淋巴细胞,当血流经过脾脏的时候,这些免疫细胞就能够对血液当中的病原微生物进行清理。 脾脏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吞噬衰老的红细胞。 脾脏还储存着很多的血液,可以调节整个身体的血量。 那么在胚胎期,脾脏还是一个造血的器官。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叫做淋巴结。 淋巴结是沿着血管走行的。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分布着很多的淋巴结,它们一般是成组存在的。 每一组会包含有若干个淋巴结。 在淋巴结之间,由淋巴管相连,使得全身的淋巴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当某一处发生感染的时候,感染的信息会迅速传遍全身, 动员全身的免疫力量来参与抗感染。 淋巴结就像我们身体的警察局一样。 每一个淋巴结会负责分管一片区域。 如果在这片区域当中出现了感染,那么就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 如果说免疫系统是我们身体的军队, 那么免疫细胞就是这支军队中的士兵。 下面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些可爱的士兵。 在我们的身体里,有很多种的免疫细胞。 它们分布在血液中,免疫器官中,以及组织中。 这些免疫细胞包括单核巨式细胞, 术粗细胞,中性粒细胞, 氏酸性粒细胞,氏碱性粒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 以及T细胞和B细胞。 这些细胞看起来非常的繁多, 我想你肯定记不住。 那么就让我们从功能的角度来看看这些免疫细胞都是怎么来工作的吧。 第一大类细胞是具有吞噬功能的细胞。 这些细胞包括巨石细胞,中性粒细胞,以及树突细胞。 它们具有非常强大的吞噬能力, 能够吞噬进入到组织中的多种细菌。 请大家看这个小小的视频。 这是在显微镜下所拍摄的巨石细胞吞噬细菌的情形。 除了吞噬作用之外, 还有一群细胞,叫做杀伤性淋巴细胞。 这一群淋巴细胞能够对靶细胞造成直接的损伤。 我们所说的靶细胞往往是指的被病毒感染的细胞或者肿瘤细胞。 这一类细胞包括自然杀伤细胞和毒性T磷巴细胞,又叫做CTL。 它们是抗病毒和抗肿瘤的重要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细胞可以在把细胞上面打孔,从而造成把细胞的溶解。 它们还能造成把细胞的凋亡,也就是说,它们能够让把细胞发生自杀,从而杀死把细胞。 还有一群很厉害的细胞,叫做B细胞。 B细胞能够产生一种重要的分子,叫做抗体。 抗体是我们身体里面非常厉害的一种免疫效应分子,它能够阻止病原微生物的感染。 抗体的基本结构是这样的,它像一个字母Y,它的两个B可以与相应的病原体结合。 当它跟病原体结合以后呢,病原体就不能够再跟我们的组织细胞结合了。 所以啊,抗体具有抗感染的作用。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细胞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免疫细胞, 它们也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 比如,有的细胞能够产生很多的细胞因子。 这些细胞因子可以作用于其他的免疫细胞, 召唤更多的免疫细胞来参加到对抗病原微生物的斗争中。 还有的呢,直接合成对抗病原微生物的分子, 比如说溶菌酶啊,抗菌素啊,防御素啊等等。 还有一些免疫细胞呢,它们能够产生一些因子, 诱发比较剧烈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呕吐、腹腺、咳痰。 通过这样的生理反应,也能够把病原体从我们的身体中驱逐出去。 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大家对我们身体这支强悍的部队, 以及构成这个部队的可爱的士兵,都会有一些了解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谢谢大家。